2222通道 开启我们的坚毅门户 收回我们的双翼 在这个能量充沛的二月 我们将沉浸在一个非常广阔和滋养的通道中 2222门户将为那些致力于他们的疗愈过程 并准备好面对他们的二元性的人们 带来巨大的疗愈 将合成带入他们自身 从而也带给外部的生命 我们已经从我们的中央大日 接收到大量的太阳闪映 这意味着给我们带来统一的编码 以便将它们锚定在我们的身体里 这是一个统一的门户 同时也有二元性 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在我们的人类层面上 一个人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存在 在这个通道中 许多人将看到二元性 继续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而其他人将看到统一开始主导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与我们DNA的第二层共同工作的机会 这一层代表了时间 空间 以及二元性 如果我们想要开始扩展我们的时间感 想要向我们的多维度敞开自己 而不是继续以线性的方式生活 这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过渡时期 致力于其中的一个层面 这一层也与我们在地球上的主要目的有关 我们是谁 我们在地球上做什么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为所有人做什么 然而 我们将从致力于我们自身的一个方面开始 这个方面与我们如何感受二元性 以及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有关 我们的DNA 由12层构成 它们中的每一层对应着我们的一个方面 三层一组 相互关联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我们不仅存在于这个三维层面中 而且存在于使我们完整的12个神之维度中 我的指导灵谈到了在这个门户期间 致力于我们DNA的第二层的重要性 我知道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这一层 而不是更高的更进化的层面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疗愈 平衡和更新我们DNA的每一层 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 有利于扬升的那些层面 对于我们来说 为了能够疗愈二元性 我们首先也需要打开身体门户 以便我们与统一意识连结 因为一如既往 如其在内 如其在外 致力于二元性 比我们的阴性与阳性 黑暗与光明的即性的内在 统一更进一步 在这项内在的基本工作之后 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坚毅门户 这是一个比喻 代表我们人类所说的翅膀 那其实只不过是当我们完全开启我们的左肩和右肩门户时 从其中发出的光 在我们肩膀的上角 我们有两个门户 对应于第六维度和第七维度 第六门户位于我们肩膀的右上角 代表着阳性的本质 而第七个在左边 代表我们阴性的一面 当我们第一次被我们的祖先天秦座存有 与其他存有 如天狼星人 一起播种时 由于人类溯源含有不同的种子 我们是在我们原始的亚当DNA中 完美的以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 我们的左右肩一门户完全打开之后 我们注定要成为多维的存有 与第六道光和第七道光完美相连 与我们天使的本性和疆域完美相连 这种联系 被我们在亿万年前曾经历过的负面操纵所打断 操纵和扭曲 阻碍了我们作为强大的神圣存有而行事 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的确都是强大的神圣存有 这个过程比我们能简单的在一篇帖子 或几句话中分享的要深入得多 然而 诚如指导灵所分享的 重要的是分享一些真实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你们所有人都能在自己内心确认的 因为这是人类的普世历史 这些信息能够平衡世世代代以来 加注于我们的虚假编程和虚假宣传 当我们醒来 选择有意识的进化 我们需要通过直接的指导和他人的资料 让我们自己知晓扬生的机制 我们的灵魂会选择让我们知晓 因为当我们致力于内部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在致力于我们的物质身体 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二二二二二门户通道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机 让我们去处理许多 我们作为人类都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我们的时间感 二元性以及我们情绪包袱的疗愈 伴随着我们正在接收的第六维度 和第七维度的疗愈能量 对于所有希望 深入开放他们的原始身体门户 从而与神连结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 一旦我们清理并疗愈了自己 我们就准备好 开始致力于我们的坚毅门户 开启他们 并使用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技术 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差异 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关键的 从我们的想法 到我们吃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创造我们的身体 这个身体在不断地变化 随着我们思考和吃东西 变化将会发生 扬生不能是单纯的思考和厌恶饮食 因为我们不能对我们的身体撒谎 这就是诚实形式如此重要的原因 这个六地门户是如此重要 一旦我们打开它 我们就会开始与我们的灵魂合成 这就是所谓的孪生灵魂融合过程 这与所谓的双生火焰无关 因为它是我们个人灵魂的体现和统一 这是走向一体化的第一步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而建立平衡与平等的关系 一旦我们开始内在融合的内在工作 我们就可以着手致力于超越我们深刻的时间感 如果我们希望治愈某些时间线 并在其中自由地穿行 那么治愈所有导致更多分离和失衡的情绪 是至关重要的 时间的加速 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意识整合的回应 我们体现的意识越多 时间的流逝就会越快 我们的身体运动的越多 时间也会过得越快 因为正是运动创造了这种时间错觉 我们越是敞开自己 面向我们的多维性 我们就越能感受到 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一切都在同一时间发生 我不是在谈论过去 因为对我来说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 我所说的是感觉或重新记起一切的能力 仿佛那些现在正在发生 至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如果我们不建立健康的界限 做不到只活在当下 那可能会非常痛苦 清理我们的情绪包袱 对于保持精神和情绪的稳定至关重要 因为时间的膨胀和收缩 会随着我们情绪的强度和我们保持的记忆而变化 这就是清除二元性 清理我们对发生在非当前时间的事情的评判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当我们得以疗愈并从这个时间线回来后 我们会变得更完整 而不是支离破碎 如果我们要处理的是创伤性情绪 尤其是虐待和许多其他导致灵魂分裂的情绪 那么用灵魂复原术来完成这项技术是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明智的穿越时间是如此重要 从其他平行时间线回来 只是为了得以治愈 而不是留在那里 深陷痛苦之中 在集体层面上 我们无法为他人做内部工作 我们越是进化 并且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角 去见证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二元性 因为随着我们走向统一 我们对二元性的感知也会增加 为了能够处理所有我们正在见证的 非爱的操纵 神圣的中立 是我们能够保持留在我们内心中央的关键 从这个爱的空间 治愈我们自己的二元性 从而能够帮助治愈所有人 因为作为全息存有 我们为自己做的事 就是在为所有人而做的 这是所有这些年来 最重要的门户之一 尽管这将再次取决于 我们在扬生旅程中的位置 以及此时我们需要疗愈或处理什么 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恢复并收回我们的双翼门户 并且开始逐步的 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与所有被扭曲的事物 重新连结 作为我们真正所示的 至高无上的存有 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总是能够体现更多的爱 个人力量和智慧 因为神的爱是无限的 我们也是如此 在创造中并不急于进化 因为我们是永久的存有 有着许多不同的经验 如果我们希望 在这个永恒的创造螺旋中前进 通过我们自己的榜样 和无条件的爱 成长并帮助他人做同样的事 那么我们需要持有 更多的理解和慈悲 亲爱的人们 我希望你们都能经历一个 带来疗愈 并充满爱的门户通道时刻 愿你们治愈 并恢复你们宝贵的灵魂 并在这个过程中 记起你们都是奇妙的 爱与光之存有 至已无限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